医院赴亚病床紧张 医管局前质素及安全总监勾结成说 未来两星期要决定 是否给接近康复的病人集中隔离资料 又说现时政府先评估疫情变化 后有措施是慢 担心未必守到医院防线 又有陈志荣报道 近期日日都有几十宗确诊 有人要等几日才有床位入院 有医管局前高层说 这个情况不合逻辑 病人未入院感染性高 政府没有强制要求卡拉OK关闭 但就有人一起唱完K之后感染了 欧杰成说政府现在的措施是慢 我们现在整个策略的大策略 是看它有什么走势 就去动某些东西 虽然每一次都算动得快 技术上 但整体上其实就是慢 我们不要忘记 来到这一刻 其实长仗都大了一两个月 不可以假设未来那两个月 他们还一样是完全不会疲累 所以你必须现在你做的控制力度 是令到他们不但可以顶得住 而且甚至可以预期比较长时间地打下去 如果万一社区大爆发 老人员都不幸中招 资源不够 怎样决定医哪个先呢 他说平时急症室收到伤者 先救病情最重的 你不会先看年轻的 因为他医护好对社会贡献大一点 你不会想这些问题的 所以为什么去到一个疫症的时候 突然逻辑调转 我们一起跟公利出发 他说留意到社的各地 主要以普及关怀行先 不会划线 年纪大就不够 但他同意如果有大量病人 没有分先后次序来 都要考虑年纪 会不会影响康复机会 有线烈士记者陈志永报导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